一起为歌娱乐世界 娱乐的白天 娱乐以身后 终于娱乐的白天 张翰张军定新剧 即兴表演更天精彩 其实剧本很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 不能使我们 到达就演员的一个心理状态 刘亦菲去演电影《烽火芳飞》 用心演戏 用爱发声 把最好的表演 和最终内心的感动 能够表现出来 洋洋新剧《舞动乾坤杀青》 落塞湖造型欲吐过 还是比较兴起的吧 娱乐乐半天 各位好 欢迎来到 好 最好给李波利海 在点心里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半天 我是温鸟 各位好 我是金泽源 节目开始呢 也不住要怀旧一下 送上一首歌曲 一起去看两星雨 落在这地球上 我觉得之前的 F4版的流行花园 应该算对于我们80后来说 是青春的记忆了 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听说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我们的柴志平准备 时隔16年之后呢 再次地重拍 《流行花园》好期待 曝光的海报就可以看到了 四个主演 跟我们心里面那个设想 还是比较贴合的 而且你会期待 这个翻拍出来的感觉 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打造成一支作 财志平16年后 翻拍《流行花园》 不忘初心 昨天新版《流行花园》 在上海举行新生开机发布会 制作人财志平 携手导演许富翔 带着一众新人演员 贺丽 关宏 梁静康 吴希泽 沈岳 孙一涵等人 亮相现场 曾经F4的《流行花园》 风靡全国 如今16年后宣布再度重挤 财志平表示 这更像是一个美梦 让自己回到 做戏剧最初的起点 而且他也承诺 将全力以赴 为观众制作出最好的作品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16年后 还会重新站在 这个《流行花园》 发布会上面跟大家见面 它是一个好梦 它是一个美梦 为什么呢 你看谁可以在 现在还在做 16年前的事情 我们人很难回到 一个最初的起点 对不对 我后来就发现 很幸福 我现在可以回到一个 做戏剧的最初的起点 我们会努力地全力以赴 当年的《流行花园》 让F4组合成员 严成旭 周一鸣等人 获得观众的认可 而此番柴志平 挑选新F4的标准 是谦虚努力的年轻人 那选的是什么 他们都是谦卑的演员 谦卑谦虚的年轻人 又因为这个特质 对 这是共同的特质 打造成一支作 震撼张军宁新剧 即兴表演更添精彩 近日正在热拍的电视剧 温暖的闲 首次开放了媒体谈判 张翰 张军宁等一众主创 集体亮相 并和大家分享了 拍摄时的幕后故事 而作为该剧的男女主角 张翰和张军宁 为了给观众塑散好角色 当时一拿到剧板 就开始讨论了起来 我们就讨论了希望演得特别真实 就是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一样 我们的感情都把它走得更深 对 其实所有演员的表演都很接地气 然后没有就是特别飘飘的感觉 演员进入拍戏状态往往会迸发新的灵感 对于张翰和张军宁这对老朋友而言 两人更是默契十足 在演对手戏的时候呢 时不时就会擦去火花 来个即兴表演 其实剧本很好了 但是有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 他这个情绪不能使我们 到达就演员的一个心理状态 那我们就会选择就是即兴演出 有好几场戏其实都很好 包括我们在唱KTV的那一个 只有我自己唱 唱给他听 因为那首是一个我们分手的时候的歌 然后他故意点了叫我唱给他听 但唱一唱他就跟着唱去 然后那个氛围都特别好 演员的职责 就是要给大家呈现最好的表演 而张翰一路走来 从一起来看流星雨里 年少轻狂的慕容云海 到现在温暖的弦里 稳重深情的男弦 出道多年的他 挑战了各种类型的角色 张翰一坦言 其实自己不想肤浅地被定义 演员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 就是要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给观众打来好作品 其实我不是不想演 而是不想去被肤浅地定义 对 然后包括这一次 确实之前自己也有演的肤浅地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 可能年龄的增长 然后就是生活 阅历各个方面 我觉得在理解人物 还有处理方面 那我觉得是更有层次 然后更有内涵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打造成一世作 导演梅峰将老舍作品搬上荧幕 曾掌获第53届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 最佳改编剧本 第2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 最佳艺术贡献奖 等多个奖项 且被原年度独立佳作的电影 不成问题的问题 即将于10月21号 在全国上映了 咱们同小姐的终身大事 它得靠丁主任才成啊 我想不成 昨天导演梅峰 写一众主演 《新生上海》 就期影片分享会 关注该片的观众 都应该知道 这部影片 也是改编自老舍先生的 一部同名小说 看到这个 《不想问题》这一篇的时候 就觉得 就非常的意外 就是没有想到 老舍先生在1943年 他有一个这样 一个短小篇幅的 这样一个小说 当时读的时候呢 就觉得 七十年过去了 好像这个小说 也不会说 因为时间这么长 反而你觉得 他有距离和生疏感 就是好像 故事当中的人物 他非常鲜火一样 好像有感觉 就这些人 暗火生生的 就在你身边 当时看到这个 就没再看别的了 就觉得 你问派 这会成问题的问题 除了致敬文学经典 影片的立大看点 就是画面的呈现方式了 文能给观众们 带来特别的观影体验 梅峰重拾黑白片的表现形式 传达了中国 黑白水墨画般的质感 可以说是一次大胆的突破 好像觉得 是不是我们的电影 也可以在 美学形态上 做一些尝试 因为黑白 它基本上是一个 靠近古典影学 那个视觉系统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毕竟我们 也不是拍一个 当代的东西 它是1943年的小说 那个小说本身 发生的那个年代 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打造成绩之作 刘亦菲用心演戏 用爱发声 由刘亦菲演艺观主演的影片 《烽火芳飞》 在北京举行了主题为 《友谊和平》的首映发布会 刘亦菲这回颠覆观众季中的 固有形象 在片中饰演了 一名农村寡妇英子 面对素未平生的 美国飞行员杰克 英子无私地示意援手 并感化身边的人 参与到救援行动中来 剧中的角色 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 一个朴实乌华的女性 剧轮里面有没有太多 关于她性格和故事的描述 也话也非常少 她是一个象征 也是一个缩影 代表人性深处 最本真的 最朴实的 本性的爱 面对这样一个角色 对于刘亦菲来说 算得上是全新的挑战了 而对于这样一个角色 除了需要用心去感 在生活中是不是 也要去为这角色成功塑造 做一些功课呢 我觉得 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 用更多的爱 去保护我这个角色 然后她的体验 她的那种无味 我发觉这一部分 是我我的很大的功课 乐法庭综合报道 我发觉呢 现在很多的演员 为了更加的贴近角色 在人物塑造方面呢 在形象上是做出 很大的一个牺牲和改变了 就像之前 在这个电影当中 范冰丁和赵薇 就是素颜出镜 她们扮演个村妇的形象 我觉得也是让人印象深刻了 是的 不仅他们两个 像我们所熟知的 这个大块头的刘德华 还有这个 饰演爆牙造型的末文卫 都给我们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 可以说是有一种 眼前一亮的感觉 而这一次呢 这个我们的真子丹同学 也是有了一个全新的挑战 饰演起大胖子了 就是为了给观众 塑造更好的角色 去看一下 挑战性造型奉献观众 真子丹新片出演大胖子 今日真子丹现身澳门出席 第二届澳门国际影展 及颁奖典礼记者会 华社早前真子丹 在微博上传一张胖子造型图片 并配文 新的角色 新的挑战 让人不免对真子丹 即将推出的新片 感到好奇 下个月会开一部新的片 那个新片就是 你说那个在海报上 看到那个胖胖那个 我觉得 首先大家都知道 我乐于挑战 每一次都挑战新的角色 第二就是 作为一个演员 你必须要 必须要不断地去尝试嘛 所以也希望 这一次的尝试 可以再次带给观众 更多地开心 不断磨练演技 挑战新角色 这是真子丹 出道多年 一直在坚持的事情 不管是电影 追隆中的老年装 还是新片中的胖子造型 真子丹 都在努力为观众 呈现更多变的角色 特地化妆也不好受 每天都要坐在 化妆的椅子 要坐好几个小时 就像 其实追隆也是 追隆那个时候 我还是要化那个老妆 那这一次的新的角色 我觉得 肯定会 更痛苦 挑战新造型奉献观众 梁勇琪丢开包袱 新变造型很突破 由郑宝瑞导演的 《西游记女儿国》定档将于 2018年大年初一 和大家正式见面 这回在影片中 郭富城饰演孙悟空 小沈阳饰演猪八戒 罗仲坚饰演沙僧 女儿国国王 则由赵丽颖出演 除了国王赵丽颖的 《西游记病人》之外 饰演国师的梁勇琪 挑战的新造型 也让人大切一点惊 但梁勇琪就表示 自己对剧中的人物造型 更是满意 那个完全认不出是我 对 完全认不出 因为我那时候 每天化妆都花了 五个多小时去化妆 卸妆 弄头发 但是效果很好 我觉得很值得 我女儿也看过 然后我告诉她 这是妈妈 然后她就有点 吓到了 老战新造型奉献观众 杨阳新剧 《洛塞湖造型》欲突破 近日杨阳 新是上海出席某活动 早前由杨阳 担任主演的电视剧 舞动前过 历时一年的拍摄 终于在上个月底 正式杀青 在沙漠中 进行拍摄的过程 给杨阳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因为大家知道 每天拍外景的话 都是要抢天光的 那我们那段时间 基本上我每天都是 早上五点钟就出门 出发去化妆 后来拍一天的戏 除了首次在沙漠中 进行拍摄之外 杨阳更是第一次 在舞动乾坤中 以中年造型出现 这对于 以青春剧出道的杨阳来说 算是一个不想突破了 这《洛塞湖》 也是我自己觉得 比较有突破的一个地方 还是比较新奇的吧 对 乐风亭组合报道 太古神王剧组大探班 王子玩未戏苦练瑜伽 因为这部戏有可能五大戏 所以我自己平时在房间里 也会练练瑜伽 别走开 下节更精彩了 娱乐乐翻天 欢迎在广告中呢 继续回到好吃好 给李玻璃海台点心面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蜗鸟 各位好 我是金泽源 最近呢 由蒲村汐区徐帆 以及宋丹丹主演的话剧 《窝头会馆》呢 正在紧张的排练过程当中 是 据现在这个曝光的这个剧照来看 宋丹丹老师真的是演戏 非常的认真 是 你看一看 在这个画面当中啊 又是这个声嘶力竭的咆哮 还有表情的投入 可以说我们这位老戏谷 宋丹丹老师 完全是用生命在演戏啊 所以让我很期待 在话剧舞台上 我们的宋丹丹表演 能够深入人心 能够成功啦 是的 看完了《窝头会馆》之后呢 接下来带着大家 一起去进入我们乐翻天的大谈班了 今天呢 我们谈班的剧组呢 就是太鼓身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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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我先去的里面 放点 人家车都弄没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紫薇 哇 今天我要探摆这个对象 和我也是有着不解之缘 她呢 就是我的师姐陈梦瑶 她现在呢 也是超厉害的 和王子文 圣一轮一起在拍摄 太鼓神王这部大制作 那为了见师姐呢 我也是带了一个大礼包 就是这个玻璃海苔 来偷偷见一下我的师姐 今天为了来见 然后我还带了一份大礼包 就这个玻璃海苔点心 谢谢 谢谢 就是人家开摄的现场 都特别的辛苦 然后呢 你看吃也吃不好 而且你这么能吃的话 这个应该能力消化 谢谢 谢谢 这超好吃的 全宇宙最好吃的零食 谢谢 这次探班太鼓神王剧组 能够遇到大学时期的师姐 也算是有缘 陈梦瑶毕业于播音主持专业 曾任职某电视台天气预报播音员 后迎机缘巧合踏入影视圈 现在在电视剧太鼓神王里面 饰演白情一角 和盛一轮饰演的情问天 对手戏很多 师姐跨专业来到影视圈演戏 所要面对的挑战还是很多的 太鼓神王是一部 打戏较多的古装大剧 所以这部剧 对演员在绿幕前的演技的要求 也是很高的 你走过来啊 这边要哭 很奇怪 你走过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 看一看 突然间发现各种地方 有种很阴森的笑声啊 鬼声啊 如果老可怕 害怕害怕害怕 一路走啊 不害怕就往前跑 跑猪花就OK了 明白啊 很奇怪 一走过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 突然间发现各种地方 有种很阴森的笑声啊 一路走啊 害怕就往前跑 跑猪花就OK了 如果在片场拍戏 就是房间旁边也没有 真的东西在 是不是其实还蛮 无实物表演 是不是蛮好笑的 蛮难的 无实物表演虽然很难 但作为新人的师姐 并没有退缩 而是出色的为观众 呈现出每一场戏的每一个镜头 这个你要做那种感觉啊 又说手臂站住啊 分手臂来不了啊 这边一发也来不了了啊 然后你不过还要增啊 真的都要 然后脑袋站住 大臂站住就松了啊 然后再到右看 你不去感觉 慢慢把你包住 慢慢包住啊 慢慢包住 然后慢慢开 对 我会想去挑战更多不同的角色 然后我觉得沉浸在角色里面很享受 很过瘾 和自己想象出来的人 或者事物演对手戏 确实是一件挑战很大的事情 但挑战再大 事业也都漂亮地走过来了 而她现在又将目标 锁定在下一个挑战上了 一直以来 王子文古灵精怪的形象 可谓是深入人心 不管是在影视剧中的角色 还是在各大杂志封面的拍摄中 都将这一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快说 是谁 哪不来让我审查 审查过了 我就帮我 哎呀 这是我同学 我们今天同学聚会来着 同学聚会能去吃麻辣烫吗 你怎么知道我吃了麻辣烫 你也觉得地固有味 而这一次他出演的是 《太古神王》中墨清城一角 墨清城是一个温柔端庄的角色 相较于王子文 之前出演的活泼调皮的人物性格 出入还是挺大的 有 有 有一点不适应 确实是 因为最开始开机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演 因为古装戏你 不能放飞自我 就手也不能到处乱放了 然后很多条条框框比较多 到现在我还在找一种 新的方法去演这种戏 演习惯了现代戏古灵精怪的角色 一下子跳到古装戏 难免有些不适应 而《太古神王》是一部 有很多打戏和调背亚的 古装电视剧 这对于瘦弱的王子文来说 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拍打戏调威亚这些戏份虽然很辛苦 挑战也很大 但为了出来的角色 更接近原著人物 带给观众更好的观音体验 王子文尽心所能地提升自身素质 来更好的完成角色塑造 因为这部戏有可能五大戏 所以我自己平时在房间里 也会练练瑜伽 做做体能 我觉得会还蛮有用 他也是挺乐意去掉尾牙 而且他也是尝试了第一次 也是很愿意 希望多掉尾牙 然后希望拍更为美的动作 所以他的付出 大家都看在眼里 观众也看在眼里的 环国来到 玻璃海点点西面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答对问题就有机会 获得我们的奖品 来看一下我们上期的正确答案 就是陈乔恩 恭喜以上的两位朋友 可以获得的是 我们玻璃海带礼包一份 以及我手中 东南卫视娱乐乐凡天 为你定制的充电宝一枚 好我们今天娱乐显问 请问问题 问题就是拿着这个酒杯的人是谁呢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赶快通过微博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回来正确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玻璃海带 送出的礼包 以及东南卫视的 娱乐乐凡天充电宝啦 是的 今天节目就这些 祝愿各位周末愉快 下周一见 周一快